日本的這個新聞說我們有九成都是供點 我氣爆了 差點要氣中風 可是我生氣的是連一個都不該有 對 第一個是不該有 第二個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日本的經濟的新聞裡頭 可以去寫這樣子 而且他說他是寫引述 某個不知名或某個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講到底是誰講 所以有時候我常講是這樣的 指控人要有證據 是 你要講這件事情 而且講這樣子 事實上是對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軍人 很大的侮辱 侮辱的時候 真的指控人真的要有證據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整個 台灣整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應該要生氣 而不是只有我們那個什麼退伍會 什麼瘋事故 不能只有瘋主委生氣 對 我覺得全國的那個軍人都要很生氣 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外交部都應該去抗議 這件事情我透過了很多 很多的管道 跟現在在軍中服務的弟兄都聯絡過 他說這些事情 對軍中的士氣已經造成影響了 因為為什麼很多弟兄 不敢穿軍服出去 因為穿軍服就怕被人家指指點說 你看九成都是共諜 你們這些人 我們納粹人白養你了 我說這太嚴重了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 中華民國的軍人 99.999%都是忠誠愛國 包含退伍的 就像我啊 我就不是啊 有人罵我共諜嗎 對 有人罵我共諜 一個小粉紅就不會罵我了 那但是呢 唯有極少數 例如說有一個上校 不是簽了一個投降書嗎 嗯 那就是共諜 那就是共諜 那這是極少數 所以我說這少數的人 破壞我們的榮譽 所以我們國軍要更加 有做保密防諜的 國家的意識跟認同 三信心這個 國家責任榮譽要更加貫徹 那麼至於說日媒 我覺得不管是外交部 不管是國防部 應該要去喊 請他具體提供你為什麼 都90%是共諜的這個 然後要做澄清 否則這個對於軍人來講 莫大的侮辱 民眾黨在2020的選舉 是 因為上次你有講出一句話 後來陳志涵就本來說 沒有你已經沒有參加 黨內的事務 後來說沒有了 還是很尊重你 對 這是真的嗎 我認為柯文哲一定會 當非力聯盟的召集人 因為只有他比較像非力聯盟 可是你說說不定他不會當主帥 這剛是正的 這就我剛講了 已經是三角的賓士板塊 所以第三勢力跟中間選民這邊 我覺得 柯主席講的 就盡可能結合可結合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賓士 可是這塊朱立倫也要 所以 朱立倫國民黨 藍白河這個議題根本就不可能形成 我個人認為不可能 看來是不太容易 不容易形成 藍白不可能合 也不知道怎麼合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切入點 對沒有切入點 所以這個沒辦法 但是在第三勢力跟中間選民這一塊 我覺得因為這一塊裡頭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或者是大家都會 都是厭惡國民黨跟民進黨的人 所以我個人都會認為 在第三勢力上面 柯主席應該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整合啦 整合 盡可能整合可以整合的力量 我覺得才能夠在整個政治上面 來做一個 進合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選舉 也是 我覺得這也是民眾黨的一個奇蹟